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坚持不放弃的力量 有一个故事说到 有一个女孩 名字叫小晴 她的爸爸因为做生意失败 几年下来欠下了大笔的债务 逼得他们一家人 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搬家赚学 而为了帮助家里还债 小晴半工半读 同时兼了三份工作 然而庞大的经济压力 也使得她的男朋友离开了她 小晴尽管难过 仍然相信 只要不放弃 人生就会有希望 有一天黑夜终会过去 黎明的树光将会来到 而小晴之所以能够这么的勇敢坚强 是因为她从小 对艺术就非常有兴趣 她很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设计师 虽然这个梦想在现实看来遥不可及 可是她总会利用零碎的时间到书店去翻阅书籍自修 而不断如此 在小晴随身的小笔记本里 也画下了许多她对未来的想象 譬如说环清债务后全家一起开心吃饭的图画 她穿着漂亮的洋装到大学去进修设计课程的画面 她成为设计师后 在努力接设计案的画面等等 每当她感到疲倦沮丧的时候 她就会拿这些起来翻翻看看 就会再次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勇气 而因着这样的坚持不放弃的心智 有一天小晴家里的债务终于缓清了 她不但能到大学去上课 也顺利考上正早 更被一间知名的公司录取 成为了一名设计师 而小晴爸爸的事业 也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一家人有了全新的开始 亲爱的朋友 人生难免会遇到许多突如其来的困难 但故事中的小晴 并没有因为家庭的遭遇 或是感情的失败 就选择放弃 而相反 她抱持着坚持不放弃的心智 不被环境打败 这也使得她的人生有了翻转的机会 圣经上也有一个人物 名字叫约伯 他原本是一个富翁 但是异常意外在过 使得约伯失去了羊群 还有人抢走了他的牲畜 他的儿女也被突然倒塌的房子 给压死了 一时之间 他失去了儿女 也失去了他所有的财富 而当这些苦难来的时候 约伯的朋友们还对他落井下石 甚至约伯自己 也无法明白 为什么自己会遭遇到这样的事 但是他知道 他的盼望在于上帝 所以他始终没有放弃希望 甚至还为他的朋友祝福 这也使得他在经过苦难之后 上帝大大的赐福给他 甚至比他之前失去的还要更多 亲爱的朋友 上帝能够补还给你 比你失去的还要更多 上帝是赐福给人的神 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苦难 只要你相信依靠上帝 上帝必会给你坚持不放弃的力量 带领你在看似没有希望的环境中 得到新的盼望 并且将你所失去的加倍的赐福 补还给你 流泪撒肿的必欢呼收割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